進到廚房 老闆正處理新鮮鯊魚 剛切塊沾好粉的鯊魚塊 入鍋油炸 香味肆意 這是鯊魚羹的精華所在 這樣怎麼樣變得好吃 就是要新鮮啦 對啊 要加一些配料調配 以前都是這麼久放的去拿 現在有人送過來 以前以前都沒睡覺 今天晚上三點就要去看上去 這個都是鯊魚羹去拿 正在鍋子裡滾的鯊魚骨高湯 叫做鯊魚骨 鯊魚骨 製作完成的香腸 都準備就是要飽足顧客的味蕾 以鯊魚羹 打響和平島美食的阿九老闆過世後 老闆娘一肩扛起重擔 賦予鯊魚肉新生命 我們店裡的特色都是用鯊魚做的系列 有鯊魚豆 鯊魚煙 還有甜不辣也是用鯊魚做的 主要是鯊魚羹 都很好吃 都有膠質 像加入充滿膠質的鯊魚丼 老邵嫌疑的鯊魚甜不辣 鯊魚丸 總吸引不少外地偷客聞香請來 哇 怎麼鯊魚羹 我只吃 我吃了鯊魚羹 還有那個卵絲羹 還有什麼 甜不辣 哇 這個鯊魚甜不辣真的很好吃 我要買了三份要帶回去晚上吃 與海洋大學合作 推廣鯊魚教育 也帶民眾認識鯊魚 鯊魚其實我們是 魚鯊魚身不分離 這是規定的 那因為鯊魚肉其實沒有 因為它沒有腎臟 所以它會有這個鞍 所以它就是 感覺就是吃起來會有臭臭鼻 尿酸味 所以大家都不吃鯊魚肉 只吃鯊魚鯊 可是反而浪費資源 那我們看到下鯊魚 最多的其實是鯊魚 所以我們怎麼樣能夠讓它 魚鯊魚身能夠充分利用 而且永續的利用才是關鍵 所以我們就會做了這個 中英文的看板 告訴大家說 鯊魚其實這個小鯊鯊高刷 鯊魚肉其實很便宜 但是我們能夠好好的把它利用 珍惜所有的資源 包含骨頭做鯊魚羹 然後肉做鯊魚鹽 然後做炸鯊魚 那才能夠永續的利用這些漁業 這才是我們在推的海洋環境保護 海洋教育扎根落實 從辨識魚種的階段 進而了解漁法與資源永續的重要 維持永續的海洋環境 才有豐沛的漁貨 從一碗美味的鯊魚料理 開啟愛海洋的心 記者蔡小君採訪報導